大家好,最后节目我们看一下用手动方式打晶片键的做法 我们要用手动方式做晶片 我们首先第一步把布料 如果是做晶片的话,我们都要用这种三字键来做 那么我们常见的三字键的打法也 大家注意,因为我们这个9.5的版本的软件 它不可以调节这个晶片的大小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刺绣过程当中所用的晶片的大小 它的直径是多少 这个就要求我们在制版的时候要考虑到 如果是它的晶片大小是7个毫米 我们常用的这种 7个毫米的这种 那么它就是实际的这种大小 如果是我们用的最多的这种5个毫米的大小呢 那么我们实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小一些 就要小一些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L的长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L显示的长度 现在2.1,2.3,2.4,5 这个时候下针 然后再过来2.5,点针 这个时候实际上它的每一个大小是这么大的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 然后还有一种三角形的 看一下 一般来说我们制版的时候可以就按照这个 我们认识的7个毫米的这种晶片来做 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说一下 制作晶片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晶片的状态 晶片 那么如果是我们制版的时候像出现的这种情况会怎样呢 比如说我们很小 它这个地方很小 这样才1.54如果是这一句小针的话 这个时候打出来就会 这个针呢 就会打到晶片上 那样子就会把晶片穿出 这种大小不同的这种 打穿的这种 这种小小孔打出来 这样子是不行的 还有一种 是我们锁针的时候 像一般来说我们晶片这样子打出来 要做的就是做法 刚才我们在 第三十一个制止点 讲了用 手动中机做晶片 那么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 这里有很重要的地方 如果是我们按了shiftf 把这个 显示功能把它按起来的话 我们是看不到晶片的 我们是看不到晶片的 只有当我们把它按下去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看到晶片状态 大家应该注意说我们当我们没有按到这个 shiftf 没有把这个 显示功能按下去的时候 容易造成我们的一种错觉 好像是没有打晶片的 但实际上我们把这个按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晶片状态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用主题换文 凭真 做晶片的这种带状的主题换文凭真的时候的做法 首先我们要制作一个主题换文 那我们选择正确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按F4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以前讲制作主题换文凭真的时候 都是要求大家把这个驱逐功能给它勾选住 但是现在我们做的主题换文凭真 做了这种晶片的时候 是绝对不能够勾选这个驱逐功能的 因为如果是我们把它驱逐功能的话 它是打出来是打不出这种晶片的状态的 这个时候我们选一个组 然后输入一个名字 3 4 确定 第三个点 大家在这里有一个注意的地方 现在只有一根单线的这种 如果是我们做主题换文的话 这种的话第一参考点和第二参考点 绝对不能够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我们要给它准一点点 也就是说不要让它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确定第二参考点 鼠标左键确定 它说主题换文三四一制作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主题换文凭真 打出来的这种晶片效果 是一样的效果 大家看到了一样的效果 我们同样可以调节 这种的键局 8个毫米 看一下 这是8个毫米 再调大一点 13个毫米 这种情况 13个毫米 这是这种 那么另外一种 Y字形的这种 我们做一下看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再重复一下 强调一下 这里的去除功能是不能够勾的 在做晶片秀的 主题换文的时候 去除功能是不能够勾的 确定 第一参考点 第二参考点 已经制作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刚才所做的 主题换文 这是我们同样的道理 可以调节它的宽 键局 这是我们用主题换文凭真 做晶片的方法 做法 刚才我们在 第31个字典点 讲的用手动真机做晶片 那么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 这里有很重要的地方 如果是我们按了SIFT F 把这个显示功能把它按起来的话 我们是看不到晶片的 我们是看不到晶片的 只有当我们把它按下去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看到晶片状态 大家应该注意 说我们当我们没有按到这个 SIFT F 没有把这个 显示功能按下去的时候 容易造成我们的一种错觉 好像是没有打晶片的 但实际上我们把这个按下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晶片状态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用主题换文凭真 做晶片的这种带状的主题换文凭真的时候的做法 首先我们要制作一个主题换文 当我们选择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按F4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以前讲制作主题换文凭真的时候 都是要求大家把这个去除功能给它勾选住 但是现在我们做了主题换文凭真 做了这种晶片的时候 是绝对不能够勾选这个去除功能的 因为如果是我们把它去除功能的话 它是打出来 是打不出这种晶片的状态的 这个时候我们选一个主 然后数据个名字 三四 确定 第一参考点 在这里有一个注意的地方 像这种只有一个单线的这种 如果是我们做主题换文凭真的话 数换文凭真的话 第一参考点和第二参考点 绝对不能够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我们要跟它稠一点点 也就是说 不要让它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就可以了 这个是确定第二参考点 手标左键 确定 它说主题换文三四一制作 这次我们看一下 主题换文凭真 打出来的 这种晶片性 是一样的效果 大家看到了一样的效果 我们同样可以调节这个键局 8个毫米 看一下 这是8个毫米 再调大一点 13个毫米 这种情况 13个毫米 这是这种 那么另外一种 Y字形的这种 我们做一下看 是 大家一定要注意再重复一下 强调一下 这里的去除功能是不能够勾的 在做 晶片秀的 主题换文的时候 去除功能是不能够勾的 确定 第一参考点 第二参考点 已经制作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刚才所做的 主题换文 这是我们同样的道理 可以调节它的宽 键局 这是我们用主题换文凭真 做晶片的 很简单 举个例子 我们画一个直线 画一个这样的曲线 这个入口点 其实是在这边 其实是在这边 这次我们如果使用 我们再强调一下 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是返回和重复真击 这中间一个斜滑线的 就表示说是左键 鼠边的左键是选择的是 反回 斜滑线的左边 这个意思 然后如果是点鼠边的右键的话 就表示说是 选择重复真击 就是斜滑线的右边这个针 这个功能 大家看 我们把其他都算算掉再说 我们走一下 记不得 而七十针是在左下方 然后一针一针的走过来 这样子 选择这个对象 然后返回 如果是用左键返回的话 我们看一下 七十针在这里 走出去 然后返回转栏 然后返回转栏 这就是它的 七十针和 这个就是返回 那么重做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我们有重做的话 它是这样子的 七十针我还是在左下方 七十针还是在右上方 如果是重做我点右键 这是点右键 重复真击 让我们看一下 这是它就一根飞线 从这边打过来的时候 它说又回到起点 重新做一遍 重新做一遍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飞线 我们实际在自拔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时候 都是用的返回 都没有用重做 那么哪个时候会用重做来 就是这种封闭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重复真击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圆圈 七十点和结束点 在同一个地方 那么它就不受这样子的影响 这是我们的返回和重复真击 方法和增速的调节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为什么要锁针呢 锁针的目的在于 一般来说 我们绣花的时候 都有一些飞线 就是我们从一个地方 绣到另外一个地方 它中间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面线 绣花针上面的面线 它是飞过去的 就是点和点之间是连接在一起的 这种线我们叫做飞线 那么我们一般质版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字版 人家评价 客户评价我们字版的字的好与坏 质量高与不高 是从三个方面评价的 第一个是花型不准样 样品是怎么样的 我们自主来的花型是怎么样的 这是第一个 花型不准样 那么第二个呢 那就是我们的飞线要尽量的少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 飞线要尽量的少 因为我们做了成品的时候 飞线是不能够要的 因为有飞线在上面 在上面拉着的话是影响美观的 所以我们一般就要把飞线给它去掉 如果是你的这个花型飞线过于多了的话 那么计划工或者是专门的复工 处理飞线的时间就要的更多一些 这样子就影响了绣花的功效 这是第二一点 那么第三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绣花的时候 继续在刺绣的过程当中 断线力要尽量的低 这个断线力和我们的翅膀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以后会在断线力那个地方做这么讲解 那么现在我们主要说一下 这个飞线要尽量的少这种情况 我们说飞线尽量的少 我们平时可以用藏针的方法 藏到没有锈的线断的下面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不能够 如果是不能够藏线的这种情况呢 就只有飞在花型的面上了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怎样 会出现怎样的问题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当有飞线的时候 我们绣花工会用手把这个线扯断 或者是用剪刀把这个线两边剪断 但是这样子出现一个问题 当你用手把线扯断的时候 有可能要扯发头 就是我们说的 就像平膜针在结束的地方化掉了 本来绣好的东西已经化掉了 这种情况就要求我们绣板的时候要锁针 在结束的地方多拿几针 这样子就算用新花工用手扯线的把线扯断的时候 都不至于把这个本来已经绣好的这种针把它划掉 这样子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花 花头滑针的这种情况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锁针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呢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停针码 这个停针码就是给我们锁针的一个功能 大家看 我现在这个针绩是17针 从左下方打到右上方的时候 这里结束 在这里结束 如果是我这个时候要锁针的话 我就点一下这个停针码 大家看 这个是它的走法 从这边走过来 走过来 本来在这里结束了 但是它还要回到一针两针三针四针 然后再回过来 五针六针七针八针 这样子就在最后的部分锁了八针 计划工在扯线 扯这种飞线的时候 它就不会化疼了 这是锁针的方法 但是我们锁针的时候 具体是锁多少针 怎样调节呢 这里我们做总结讲解一下 我们双击对象属性 选择工具 双击对象属性 然后大家看 对象属性里面有一个连接线 连接线有一个对象后的连接线 我们看一下这里一个对象后停针 停多少针 看一下这个值是多少 我们点到这个值的词后 它会出现 针绩长度 多少多少毫米 然后针绩数是多少个 那么这个针绩长度就是什么呢 就是锁针的时候两针之间的距离 这是针绩长度 那么至于锁多的针 就是这个针绩数里决定 那么这个是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对象是锁针的针绩数是四针 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样品 我们开始没有锁针的时候 大家看 这是没有锁针的时候 是17针 锁针的之后是25针 那么25针讲17针就多了8针出来 那么这8针就是我们所说的锁针绩 就是我们走一下看一下 从这里走过来 比如说这里就应该结束了 但是锁针之后它还要1针 2针 3针 4针 那么到了4针的时候 我们结束针还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还要回转来 5 6 7 8 所以这就是多了8针 就是这样子多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设定这个参数的时候 人生参数的时候 这个针绩数 实际上锁针的针绩数 是和这个这里停止码的值 这里的针绩数的两倍 因为它要锁出来要返回去 它是出来回去 出来四针回去四针 这是这种情况 这就是我们的锁针 针绩的调节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锁十针呢 我们这个针绩数就要改成5 然后确定 大家看这个是25针 确定 确定 这个时候它编成27针 原来19针 加了 27针减19针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它就是 多了8针出来 这是 所针的原因 操作和它的数字调节 当一个对象我们锁针 已经锁针了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要取消锁针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看 我们是已经锁针了的 直到这里是结束 然后12345678 锁针发针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取消锁针的话 我们怎样操作呢 首先我们选中对象 选中对象 然后按A 弹出对象属性 然后连接线 直 这里我们针绩长度和针绩数 都把它改成0 然后确定 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我们走一下看 走到这个地方 就完了 这个时候锁针就取消掉了 这是我们取消锁针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你刚刚制了之后就锁了针 那么我们可以用Ctrl Z Ctrl Z 撤销操作 撤销操作 然后取消这个刚才那个锁针的过程 这是这种最常见 常用的方法 再锁一遍 对象属性 连接线 然后这里一个值 针绩长度和针绩数 都把它改为0 就可以了 这是取消锁针的方法 看一下第三十七个知识点 插针的操作 我们在字版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插针 插针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的飞线 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们本来是这一根线 从是完整的这样一根线 打过去 那么如果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插一根 这样的一根平针的话 我们怎么操作呢 首先我们把这根平针 最近的这个对象的 这个对象上的最近的这个点 按一按一键 编辑 然后 大家注意是按一 增计编辑 这一个键 大家看增计编辑这个键 然后 Ctrl V 粘贴出来 粘贴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嘴下看一下 打过去 然后 打转来 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 我们再重复操作一下 先把这个对象 剪切掉 然后 按一 点针 这个时候有一个颜色的变化 左边这部分是颜色没有变的还是绿色 右边这部分是颜色改为了黑色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颜色没有变的 这边这个部分 它是已经打了的针 而这个黑色 颜色变为黑色的这边的这个部分 它是还没有锈的 那么我们插入的这个针呢 就 锈插在这个 两个颜 锈插在这两个颜色之间 那么从 绿色这边打 打到这个 叉入点 然后 再打 我们的叉入的对象 把叉入的对象打完之后 然后再打 后面的黑色的部分 这是我们插针 大家注意 如果是我们字版的所有对象中 用了插针这种操作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要再重新产生针剂 因为如果是重新产生针剂的话 它有可能密度 还有 很多的一些参数的变化 那么这种参数的变化的话 它插针的地方 它就有可能乱针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情况 一般来说 平针 插针之后 它是很容易乱的 但是我们的三支锈插针之后 它就不容易乱 所以我们 以后在这三支锈的时候 我们插针可以 随便插 但是平针 就一定要注意 插针之后 就不要再重新产生针剂了 这是我们插针的操作 我们看一下 这个部分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对象 那么如果是我们要把这个对象 把它分隔开来 选中我们要分隔的点 随便选中一个点 然后按我们的编辑菜单 然后分隔物件 分隔物件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两个部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两个部分 把它鱼开 这个时候是两个部分 那么我们的分隔增加 它的快捷键是什么呢 按一 先选中增加 然后按二 快捷键二 叫做它自动分开 这是我们的分隔增进 分隔增进有什么作用啊 我们看一下 开始我们说了 我们插针的时候 最好 像这种平针 最好不要再重新产生针剂了 因为一场重新产生针剂 如果是我把密度改大 或者是改小 变化了之后 确定看一下 它这个时候 这个插针点 它就会移动 移动之后 它就会乱 这个针啊 它中间就会乱掉 产生很多飞线出来 那么我们用什么办法 可以解决这种情况呢 我们这个时候 走到这一点 然后按 增进二 把这个对象分开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部分 这是一个部分 我们先选中这部分 然后再选中这部分 选中这部分 然后排顺序 这个时候随便你怎样变 随便你怎样变 它的参数 它都不会乱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两个部分了 而不会像开头那样 它是中间一个部分 它参数改变的时候 当参数参数改变的时候 它会 插入真的正确点 会改变 这个就不会 看这是开始的情况 它改变掉了 这是我们分割正经 那么如果是我们平包针 分割的话 我们按2 这个时候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 所说的 C方法变A方法的方法 C数法变A数法 再看一下 这是一个C数法输入的真迹 然后我们选择 选中这个对象的第二点 顺数第二点和 或者是到处第二针 顺数第二针和或者是到处第二针 不要按2 这个时候它就 识别出对象来了 这样子 像是的方法和操作 大家看 我们现在屏幕上有这样一些圆形 那我们选择的方法有很多 我们现在分门别类的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对象 必须要选中我们的选择工具 这是潜力条件 那么选择对象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方法呢 这个时候如果是我们要 选择一个对象 就直接用鼠标去点击它 就可以了 直接去点击它就可以了 要选哪一个 点哪一个 那么如果是我要选择 两个以上的对象呢 我就可以按Ctrl键 先选中一个对象 然后按键盘上面的Ctrl键 然后去点另外的要选择的对象 这是Ctrl键 选择 多选择一个对象 Ctrl键 然后 如果是我要全部选择的话 可以按CtrlA 这是第三种方法 CtrlA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我们的多边形选择 看一下 多边形选择 这个时候 多边形我画的多边形 框子的部分 完全框丸的部分 就是它要选择的部分 这是多边形选择 这是第四种方法 大家看还有这个有一个地方 直接选择 我们现在画中这个部分 就是直线上 凡是在直线上的这些对象 它就可以直接选择 直接选择 这是第五一种方法 然后还有我们的快线键选择 快线键选择 几个例子说 选择这个对象 然后我要把下一个对象已经选中 CtrlTable CtrlTable键 先选中一个对象 然后把Ctrl键按下去 然后再按Table Table Table 按一下Table 它就会把下面的一个对象 接着选中 这是CtrlTable 然后我们还有一种是CtrlShiftTable 我们选中最后一个对象 然后按CtrlShift 同时按住 然后再按Table键 它就会反转来选 把上一个对象一起选中 这是CtrlTable 然后我们的Shift键 选择一系列对象 先选中一个对象 然后按Shift键 然后再选另外一个对象 它就会把这两个对象中间的 这一系列的对象全部选中 这是我们的Shift 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有很多种方法 大家一定要在 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 去摸索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我要取消选择的时候 可以直接操作了 取消选择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选择框选 选择了这上面这一排对象之后 然后我要说中间两个不选择 那么我怎么办呢 我就可以按住Ctrl键 然后再点击中间两个 那么它就不会选中了 如果说我又要选的话 我就再点一下 它就选中了 再点一下 没有选中 再点一下选中 再点 没选中 这是乒乓看关 这是选择的一些方法 那么我们这是 针对一个颜色的话 是这样的操作的 我们还有选择 最主要的选择方法 我们可以F5 那么我们下一排 变一个颜色 中间这些变颜色 先把它颜色改变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提出要求 我们要选中红色 我们就可以按F5 按颜色选择 选中红色 就鼠标点击第三个颜色 然后确定 这个时候它就会把 整个花形里 红色的这些对象 全部选中 这是按颜色 那么还要按针法 主要是说 我这个时候里面 如果有瓶针 有榻榻蜜 榻榻蜜 还有这种锯子形针 还有一字形针 还有图案的一法分钩 还有这种主定方天针 这些针法 我就可以按F6 那么我要选择哪一种针法 我就选择哪一种 最后我要选择 它的秘针确定 它就会把这整个图形里面的 它的秘针全部选中 如果是我选择拼拨针 它就会把这整个图形里面的 拼拨针给我们选中 这是我们的F5 F6选择的方法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些方法都是 不是固定的 都不是死的 我们一定要在 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 去摸索 大家好 我们看一下 第40个知识点 不容易选择对象时的操作 我们在实际的质版过程当中 会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要选择一个对象的时候 觉得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选择 这中间这一个灰色 我们怎样选也选不中 怎样选也选不中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另外的方法来选择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L 把这个显示轮廓线的图形键L按下去 这个时候显示轮廓线 轮廓线 显示轮廓的这个图形键L按下去 我们直接去点它的轮廓 直接去点它的轮廓线 看一下 点到这个的时候 它是点这个 点到这个的时候 是点这个 就这样子 这是一种特殊的方法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 我们之间选择的时候 要选其他的时候 选不中的话 我们点凸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用扣接键2 按住123的2 按住 然后再去点它 就可以选中上面的对象的 这是我们选择的时候的这两种特殊的方法 第一种 轮廓线显示出来 第二种 2按住 然后再用鼠标去点击你要选择的对象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轻易的选择 这是这两种特殊的选择方法 做新型的口诀和蒸发的选择 首先我们进入Vilcom软件 我们所谓的新型是指这样子的一种 效果 大家看 这种选择方法 这种选择我们叫它新型 如果是我们要用手动 用A方法来画出这样的图形是怎样的画呢 现在我们演示一下 A方法 我们的口诀是这样子 左边一点 注意大家注意 这是我们所说的点 全是右键 全是点右键 左边一点 然后右边一点 然后中间的正上方 中间的正上方 一点 下面一点 左边一点 右边一点 上边一点 下面一点 然后右边一点 然后左边一点 这样子我们画出来的这新型 就是这样子的图形 然后如果是我们调节出来的大小 或是规则的话 我们按键盘上面按A 弹出它的对象属性 然后看一下通用里面 它的高度和宽度 我们把它的高度和宽度都改成相同的数字 那么这个圆 那么这个圆就是一个标准的圆 我们再做一遍 用A方法 左边一点 右边一点 上边一点 下边一点 右边一点 左边一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左一点 右一点 上一点 下一点 右一点 左一点 注意我们的口诀就是这样子的 左一点 右一点 上一点 下一点 然后是右一点 左一点 大家看 我们看出这个效果是这样的区别 这次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用标准的新型做出来的图形 它中间是新的一个标准的圆环 但是我们用这种情包针做出来的图形是中间完全是相交的 但是我们如果是把这个针法改成技术形针的话 那么这样子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整形弄标准 这个时候 我们的圆环 把这个效果就是一样的 如果是我们还是把这个改成相同的 7 7 确定 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针法 就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用 具体形针的时候 它中间是形针的圆环 如果是用平包针做的时候 它中间是相交的 那么具体的是为什么原因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 平包针和具体形针的区别 我们看一下平包针 然后我们复制产生一个具体形针 这个是我们的参数 针对距距 不如改成 两个毫米 这个也是两个毫米 大家看一下这种的区别 下面是平包针 上面这个是平包针 下面这个是具体形针 大家看这两种针法的区别是什么 做个 具体形针是 形成的是一个等腰的 等腰的三角形 和底边形成的是一个等腰的三角形 然后上面的平包针呢 我们把底边加在一起看 它是一个 直角的三角形 这个是有一条边是垂直于这个轮廓线的 这是我们这样子来看 像这样子这个地方我们的是一个圆环 标准的一个圆环 好 这个时候通过这一点 演射出去的两根线 它是 等腰的 等腰的两边 等腰的 所以说它不在中间相交 但是 如果是我们把它改成平包针的话 还是两个毫米 大家看一下 它所相交的 它就是要 有一条边要垂直于这个轮廓线 垂直于这一根轮廓线 所以 这根轮廓线 这根轮廓线的 这一针 就相当于这个圆的致近 所以 它要从这个圆的圆心打购 这样子 它所形成的效果 就不是我们要的这种 句子形成的效果 所以以后大家注意 我们要用原 要用A方法做圆环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真方式 句子形成 这样子发射的效果 要好一些